大家好我是马千惠 我是华干 欢迎收看大学生 冰的啦 好 时候报了 报应来了 对 这个是全台湾的检方呢 终于有了攻顶行动 没错 那么针对魏家呢 已经最少查扣了 大概有50亿的资产 差不多 还有包括了这个魏英聪 自己三户地保也被扣 以及正义厂房 还有机器的生产设备等等 都被查扣了 但是大家想不通的是 这两架顶心的私人飞机 飞走了 不在台湾 也因此很多网友大怒说 鲑鱼 鲨鱼 鳄鱼都好 但现在变成了飞鱼 逃走了 会不会管不到了呢 不过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我们稍后再来看看说 接下来这个事件 会怎么样的发展 首先欢迎冰斗团 阿冰的啦 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邀请到是资深媒体员黄志贤 主持人 大家晚安 民党台北市议员高嘉瑜 先生 大家好 北美志全报总编辑徐清皇 主持人 大家好 与资深媒体员谢寒冰 主持人 大家好 那一天 前天 不久之前 我们才刚刚讲过 两架弯流的飞机 真的飞走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还在啊 因为其中一架在深圳 其中一架在台北的松山机场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们是小人之心啊 杜君子之父 认为说 哎呦 可能它会跑掉 为什么 这一架价值两千五百万美金 好棒哦 一要把它扣下来才对啊 果不其然 今天早上 老大魏英州 哎嘿 坐着飞机跑了 对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一定要好好聊一聊 为什么法院没有办法对这个飞机进行扣押 假扣押 但是呢 他们先扣了一箱资料 没错 资料是什么呢 哇 这一箱资料 大家来看 我跟各位讲 就这么大一箱 这箱子大小 完全跟这一箱 一模一样 就很像装水果的箱子 而且就像我这样贴的 贴得包得紧紧的 到目前为止 还不知道这一箱里面 到我们现在录影的时候 还不知道这一箱里面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一箱在哪里找到的你知道吗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好 让你们更好奇 是在魏映聪的地堡豪宅底里面 查出来的很沉 调查员抱起来的时候说 韩冰大哥请问 这箱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真的很希望 我很希望是他所有的犯罪的 所有的记录啊 包括他的会议啊 他们之间商讨的内容啊 这些详细的资料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魏映聪这么聪明人 怎么会把这种资料留在自己家里头 我宁愿相信 那可能是他自己留下来充气娃娃 那个调查局人员比较喜欢把他带走 那是你个人的吧 谢韩冰先生 我们两个都跑社会的 其实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了解吗 说不定有很多 跟哪里呢 跟郑毅 跟杨正义 他们那些 越南采购的那些资料 那些细目 黑钱 你想想看 他之前已经设了几道防火墙 他从上游厂商到星号 他设了一大堆的防火墙 你觉得他不会想要这一点 他怎么会把这些资料留在自己家里头 所以你认为说 在魏英中的豪宅里面 这一箱宝贝 顶多是一些USB 一些光碟之类的 我觉得顶多是一些相关 也许能够影射 或是做一些旁证的东西 但是你要直接的证据 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 我有不同的想法 有没有可能是 他送钱给各个政客 蓝绿政客的证据 哇 之前姐就更高端了 这个就是密账里面的密账 对不对 我跟讲 那如果是这种东西的话 那拿回去就不会再出现 我们也在 不会看到这种东西 永远失神大海 你说千惠 像这样的情况 你说这一箱 所以我要问韩兵的就是 你觉得是政府有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检方有最重要的东西 没有查扣 比如说就是两架 他们魏家的私人飞机 包括我们看到了 这个四兄弟 有两兄弟都在飞机上 都跑了 其实我说真的 一开始我们就知道 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台湾 让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本来就不会采购他的 很简单 所以你当初就说了嘛 应该要禁管嘛 也没有做嘛 本来就要禁管 结果没有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 检方的说辞是说 这些东西 因为他不属于魏英聪名下 所以他没有办法禁管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今天针对的是谁 我今天针对不是 只是魏权一个公司 我针对整个顶星集团 那顶星集团 他四兄弟是不是人人有份 那现在你只查 魏英聪一个人是什么意思 你在自我 你检方在自我帮他切割吗 你是只要 先缩小打击范围 只要魏英聪一个人就好 没错 你们在干什么呢 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 老实说我已经完全 不相信台湾的司法制度 我觉得这些检方的人 你如果不是跟 这顶星集团有勾结 就是你上面的人给你压力 让你不能这样办 不然的话 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老实说我们 所以议员 政府现在是按住顶星 在拖产世界 当然我们昨天就已经讲过了 魏英聪他后面的关系 他后面的门神 是总统 是马英九 是连战 这样子关系好的人 我们说之前的大统高正立 之前的强冠事件 哪一个人不是立刻被收押 立刻被征询 只有魏英聪到现在 事发到现在 一个多礼拜 我们还没有看到新闻画面说 剪掉去征询他 完全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最近说大块人心 我心里就在想说 大块网民什么心 大家都想得到说 外交资产500多亿 到现在只扣押了20亿 连这两架飞机价值 14亿都可以飞走 我觉得高议员 其实你们都输掉一点 我觉得高议员所有的评论 你们扣押那些东西 我觉得你的评论我都同意 但是你说后面的门神 是马英九跟 我觉得那个跨太多了 我们现在应该 一番证据说一番话 检方他所有的表现 我们完全不同意 我跟你讲 那个飞机飞走了 我们是一架 不是两架 另外一架是在深圳 本来就在深圳 本来就不在我们管辖 那个跑一下里面的 跑出去的卫英州 你要知道 鼎星沙集团是 四兄弟他是 绵密的交叉持股的 你冬是冬起来 死的人都会冬 你好不容易有两个人在台湾 你当然两个人 都要把他锁在台湾 然后跟着飞机走的 不但是卫英州 真正重要的仗策 我刚刚讲 所有的证据 跟着飞机就走 因为那个私人飞机 出境的时候 是不会有安检的 所以他所有的东西 不会留在地堡里面 让你收了 就一个飞机 你看一个飞机里面 可以再走多少东西 事先这样讲 不是小人之心啊 这不是小人之心 这极有可能啊 所以我们评论事情 真的是 如果说我们很谨慎的评论事情 那个打出来就会有力量 检方你要不要回答我们 要不要回答我的之意 你在搞什么 平白让他飞走 到底是为什么 本来是两亿要跟 中澳民国和解的 本来是这样子 要给他还起诉的 我觉得如果你说 质疑现在这样的一个司法制度 那其实这以前网例很多 但在今天民航局长 省起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 他已经说明了 他飞出去他是合法的啊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 那不然所有人 现在拿出实体的证据说 魏嘉除了魏映冲之外 其他三个人 有实体的证据 他有犯法 好 没关系 他们三个就直接进管 所以要调查 可是没有办法 那你检方一开始 你就知道 这是整个顶星集团问题 你检方一开始就 我自己讲过 你只要把整个顶星集团 全部进管 江院长自己也说啊 我要把整个魏嘉的东西 查清楚 谁说 谁说 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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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个江心 检察官的问题 我跟你讲 检察台湾的司法体系 以现有的制度 以利害关系人 然后以顶星的交叉持股 跟利害关系 跟犯罪嫌疑人 你是可以进管的嘛 其实我讲一下 里面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就像我们在处理油品一样 一个月前 你说你不能 你不能把它合法下架 一个月后 你可以对它做预防性下架 对啊 那既然为什么 你可以明明就有很多弹性的措施去调整 为什么你对这飞机 你没办法扣押 你没办法对它做 那管理呢 对啊 这其实我们大家最大的质疑是在这里 而且其实对卫家来说我们都知道 大陆才是它最大的营收来源在那一块 那我们也看到前几天央视本来就已经抓着 鼎欣在大陆的资产 抓着康师傅在修理他了 平常讲六分钟的地方 六分钟的新闻很长 对 所以我们看到央视难得大动作 而且对大陆的在说明 鼎欣跟康师傅的关系 换句他告诉我们 他的后院起火了 那在这个时候 他凸显出来这件事情 表示说 中共官方大概有人想要对他动手 那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时候 离境得做两件事情 因为卫家 在大陆的主要的业务 都是由卫英州在负责 他其实是长期都在大陆的 换言之 所有的政商人脉关系 几乎是绑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现在飞机走 同时凸显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可能把证据带走了 第二件事情是 他现在要回去坐镇 要处理完他那一块 台湾这一块对他来说 他可以切割 他只希望赶快保留他那一块 所以那才是最重要的 前几天卫英聪 他原本出来 我也全说要开记者会 连媒体都已经邀请来 但是到了现场 他突然说没有这件事 等到大哥回来之后 他们才开 很明显是要等大哥回来处理 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昨天都已经被扣押 这么多东西了 魏英州竟然还飞回去 这不是让大家觉得很怀疑 所以台湾的司法 如果要办顶星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把魏英州扣在台湾 让他不能够到大陆去处理 他真正的那个老巢 那个事情 那样的话顶星才会怕 结果你让他跑掉了 所以完全不可原谅 你们认为魏英州回去去干嘛 我认为他回去 我觉得顶星在大陆是不会垮 他回去是干嘛 他敢回去进贡 因为上面跟他要钱 昨天中国其实央视 都已经在打顶星 在打他事实嘛 真的不愧 韩兵跟我一样跑社会 一定会想到那个 最黑暗那一面去 但是可能性很大吗 当然很大 不过顶星魏嘉 在中国大陆的形式风格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过去也出过很多包 很多事情嘛 其实我跟你讲 他一直都出很多包 但是问题是 我们在台湾很少会看到 为什么 因为他每次只要出事情 他就跟地方政府党狼 把这个事情压下来 等一下解释 专有名是什么叫党狼 就是花钱消灾嘛 那实际上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是什么样一个政治体制 你只要给他一部分的钱 那地方政府 就马上会帮你灭火 大家都不要再报这个问题 就非常简单 那现在因为这个事情闹大了 那闹到中央政府了 那当然有更多人要党狼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其实我们有印象就是说 其实鸿海富士康 那时候也是一直出包 就很多人跳楼嘛 媒体也一直报 那时候大陆的媒体一直报 后来鸿海马上宣布 所有的员工加薪六成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甚至跟大陆的官方 可能说好捐献不少的钱 所以后来这个消息就不见 鸿海又变成一个好的一个企业 所以其实企业都很知道 怎么跟中国官方来做这些印度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是不能相对并论的 所以这一次鼎心靠着在大陆 在靠钱就一样可以摆平了吗 是这样吗 我大概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大陆做生意的方式 跟在台湾其实是稍微不太一样 在大陆做生意的方式是 这样讲好像我们很熟的样子 你蛮熟的 去大陆做生意的模式 只要是台商 基本上你一定要先找当地的 比如说党政高干 党政区你要先找一个 然后大家找了之后 它就是你的门神 然后大家进去的利益要怎么分 比如说我们的毛利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大家谈好了之后 它变成了一套系统了之后 它就照这样子运作 所以不同的大企业都有不同的政商关系 到后面撑腰 那出事了之后 门神会自己出来帮你消灾解饿这样子 所以像康师傅在大陆不是没出过事情 他的油品也出过事情 他的罐装水也出过事情 那这些事情都是靠什么 靠这些人去把他清晰 亲王你讲没有道理 我一直在想 这已经知道是自来水了 这个日销上千万瓶的东西 没事 所以你觉得这次的风暴他也躲得过 因为他们的做事风格都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们看康师傅在大陆 他其实在康师傅在大陆是 公益形象做得非常的好 比如说捐出来 帮人家盖图书馆 然后帮人家做公益活动 然后去做路跑活动 他做了很多这种东西 每年花很多钱 而且最重要是他做的时候 都会拉着当地的 比如说党委书记 政委书记出来一起露脸 剪裁 所以他的公共关系 是做到这种层次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那这一次我为什么说 他失火对他说是很严重 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央视 会这么大动作对他做批判 那通常央视在做批判 做自我检讨的这件事情 你是大陆官方了 对 表示后面有一个更大的人 就是有一个更大的架构 在做这件事 是这样解读 他为什么会急的原因 是因为 他有可能是像刚刚 那个韩明兄说的 就是说 有可能是要钱的成绩变高了 但是也有可能是 有人要挖走他原来的地盘 这也是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现在大陆 不是这么好处理 因为习近平上来以后 我们发现说 其实他是打老虎 真的是要真的打 所以我觉得像康师傅 鼎心这是在台湾 这么严重的形象的 这个落差 我觉得在大陆 你现在要掩盖 也掩盖不了 所以我们很怀疑说 到底这次能不能掩盖得住 那其实康师傅在大陆 我们都知道 数千家的这个 全家的便利商店 包括德克市 连马总统都要拜托 康师傅帮我们把农产品 往大陆销 所以其实康师傅在大陆 可以说是呼风唤雨 但我觉得这次事情 真的没有这么好处理 他这次才要这么急着 在这个时候飞出去 就是观感这么差的时候 他这样飞出去 他完全不顾 所有人民的观感 他就是要飞出去 那政府也是在这个时候 放他飞出去 所以让人民会觉得说 这后面到底 有没有什么样 那么大厉害的关系 可以让他在这么 关键的时刻还可以飞出去 我觉得我们在指责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精准 这样才能够让那个人 被指责到 是谁让他放出去的 检查官默契 高检署 对嘛 顶星讲出来 如果有上面的人指示你的话 讲出来 他发的那个新闻稿 就是直接跟台湾 说大陆用的东西跟台湾用的东西 跟台湾用的东西跟台湾用的不一样 在中国大陆是没卖黑心油的 意思就是说台湾人当猪羊 对 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些都笨手 但是还有一个人 在这个时候跑出来 说我们不可以抵制顶星 这个人叫做 柯文哲 等一下 柯文哲在评论的时候 等一下 柯文哲在评论的时候 柯文哲我们稍后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讨论